8月8日,2021年国际雪莲自由式滑雪和丹板滑雪世界锦标赛吉祥物 在张家口通过云平台正式对外发布 2021年世锦赛吉祥物取名金牛 设计灵感来自于2021年中国生肖牛年 以卡通牛的形象为设计基础 以金色为主色调 搭配新年中国红服饰元素 有金牛鹤岁,欢乐祥瑞的寓意 它活泼灵动,俏皮可爱 与自由式滑雪和丹板滑雪的冬季,极限运动特性相契合 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特点 吉祥物金牛的发布呢 是赛事筹办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将会吸引更多的青少年 关注市井赛和冬奥会 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同时呢,今天也是我国第12个全民健身日 希望大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和快乐 国际雪莲自由式滑雪及丹板滑雪世界锦标赛 每两年举办一届 2021年,世锦赛是中国在2022年冬奥会之前 承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赛时最长 项目最多的雪上赛事 按照竞赛制程安排 2021年世锦赛定于2021年2月18日至28日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重立云顶滑雪公园 和北京市石井山区守岗园区举办 2021年,世锦赛吉祥物设计工作于2019年3月启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为设计单位 通过精心细致调研采风 汇聚国内外各方建议 形成最终方案 国际雪莲秘书长沙拉刘易斯女士 为吉祥物发布专门录制了视频寄语 We also want to extend our strong, strong thanks and greetings to the Chinese Ski Association to the Beijing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Organising Committee who are collaborating as true partners with the local organising committee You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this an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joining you soon you